好 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现在不少消费者在购车的时候 会选择二手车 为了避免买到事故车或者是问题车 专业的二手车交易平台 也是成为了大家的首选 然而就在近日 有多名消费者就反映 他们在瓜子二手车平台上购买的车辆 出现了不同程度的 货不对版的情况 但是平台提供的检测报告 却没有任何的显示 对此我们的记者进行了调查 今年三月份 山东青岛的杨先生 在瓜子二手车平台上 购买了一辆二手车 在没有试车的情况下 杨先生交了9万多元的购车款 并签订了购车合同 让杨先生没想到的是 在检测报告中显示车况完好 而现实中却存在着安全隐患 买完了之后刚开到路上 他这个车就开始 从侧滑的那个系统 那个灯就开始亮 就在报警 无奈之下 杨先生只能把车辆送回负检 就经过了三遍检查 他们当那检查的人 仍然跟我说 这台车只是它的 上面有一层纸锈 说最大的可能 有可能是别的这种 泡水车的零件 换到了这个车上 这个车并不是泡水的 一直是这种说法 为了核实 这究竟是不是一辆泡水车 杨先生随后拨打了 保险公司客服的电话 记者在一个近500人的 维权QQ群里看到 有很多消费者 都有着跟杨先生 类似的遭遇 有一个检测报告 说的是没问题 合同上签了 三十天无忧退车 来到手里 不到二十天 三十天给我检测 说这个发动机的 突轮轴需要更换 车的水泵也需要更换 经过协商 他说这个车也不给退 好 好 好